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用途 你刚才的这个节目比那个捐款还要有用 那你亲身走到这些陈肺病人的家里 我觉得比你给他们那个信方作用更大 我冬天的时候还要去 是吧 然后一路在这发微博 因为冬天是他们最痛苦的 最难受的时候 陈肺病人是吧 为什么冬天最痛苦 这个我不知道 跟他们的肺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 你是准备把你的置业 就是放在这一个陈肺病人这个群体上 我觉得人要关心别人 你总得找到一个群体去帮助 对我来说 我的左手和右手 我的左手帮助陈肺病人 我的右手可以干我自己的事情 对吧 那现在目前的陈肺病人来说 是我觉得数字之大 难度之大 是我一辈子也干不完的 这是我听说原理都已经是 是付出几百万了 已经没有没有没有了 不要这样说 没有没有 我编的是吗 如果我付出几百万可以改变这个现状 我愿意付出 是吗 是改变不了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我帮你去证 如果有一天中国结束了陈肺病人 那就是你对每一个人个体的尊重 所以这是一个对中国有一个特别推进的一个正面的 所以我就要又提这个话 我我很佩服他们这样的一些人 但是也有些事情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社会上啊 每个人都应该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 比如说像他们这么一些志愿者 是了 送出了爱心和关爱 但是不等于责任的问题 在中国消灭这个陈肺病 光依赖他们是不行的 就像这个咱们那天说 这个天津港这个爆炸 很多人说大家要捐钱 明星都捐了几百万 是 佩服他们 也要向他们学习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老觉得你这是一个什么事故啊 你这是个国家事故啊 对吧 你这个完全是 是人人为的原因造成了 是涉嫌违法违纪啊 当然 而且那些居民他是买了房子住在那 都还没有那个货倉 都还没这些东西 对啊 而按照国家法律的话 那个地方根本不能盖那个东西 对啊 一千米之内 那肯定是有人犯法了 对 有人犯法 然后也有人就是可能执法不严格 不利 那个地方的人 牵涉的人需要负责 对啊 你在外国 你一个什么店里 你把老太太烫伤了 那个就索赔你一一啊 赔到你脱裤子 你那 对了 陈飞宾也是 伐墨无上限在国外 伐墨无上限 听到吗 对啊 在咱们中国 咱们就是 哎呦 感动啊 感动啊 我们要给他们捐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你真的是从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源头去把控 哎就是嘛 你看你现在觉悟多高 什么都明白了 咱们别发牢早啊 就是这个原历 我发现你真的有进步 是吧 不是 这什么话 跟孙永元老师学习 也有关系 是吧 孙永元现在是他的偶像 他给孙永元起了个外号 叫什么 唐吉哥德崔 唐吉哥德崔 就是他像风车大战的这个 精选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唐吉哥的 王柯勤也是 王柯勤就是这个 咱们替人家宣传一下 就是大爱风 不是 大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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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就是等你来组织 大爱风 神 我喜欢管他改成小爱清晨 是吧 对 我就是 就是可以转账给这个账号 对吧 对啊 就是他们会为陈肺病人 是的 买这个呼吸机 呼吸机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多少 你也可以不用写呼吸机 可以写助学 行 到时候你们看那个那个 付款那个备注上 如果写着大爱风 尘 记着那就是我 风 尘 对 要要要要支持 但是咱们 你想到这个 我对不起我差有话 我忽然想起来 听说过香港以前有个 现在还在一个 很老牌的慈善机构 是办官方办名叫保粮局 保粮局知道 你知道吧 保粮局是什么 叫保护粮家妇女的意思 以及保护他们的儿童 非常悠久 是清朝时就有 他当时是香港的一批的 上流社会的士绅 就是说要保 保护一些的粮家妇女 怎么保护法 他就香港以前 就是你看电影 很多食堂嘴啊 吸环很多妓院 当时呢 他们就冲进去抢妓女 把妓女抱回家 然后说娶了回来 当小媳妇 从此你就脱离封城了 这叫保粮 那才叫 这就大爱封城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你 这个工业事业就归我 这个就归我了 这个 原历可以干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说起这个慈善 我还真想起来 你对那种慈善晚宴的这种慈善方式 你是怎么看 我以前经常去这种 明星啊 经常要去这种慈善晚宴 有的时候是 比如说一个特别有名的fashion杂志啊 那明星说 哎 我想上这个封面 那所以你要跟机械人更好关系 所以很多明星都愿意去啊 上这个杂志就显得你非常的高级了 OK 所以明星都会穿上晚礼服啊 什么的 然后当时会要捐款 拍卖什么的 对啊 然后你就不知道我这钱捐哪儿 捐什么的 不知道 不了解 反正你得捐钱 但是这个钱也没少捐 也不知道帮了人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over了 结束 我要采取我新的方式 哎 你才这么一说 我又想起陈光彪来了 这次陈光彪在这个天津高爆炸 那个就中毒晕倒了 是吧 对这种 对他的这个慈善 你怎么看 他这回挺有意思 他好像 他好像间接证明了天津真有毒一样 没有我还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他 他穿那个鞋跟好高哦 跟你的差不多 我是女士 他穿一个好高的鞋 我发现他非常的有勇气 你赞赏他 我没有说是你说的 不是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 我捐钱 我把他放到信封里面 我不是施舍你 我是救助 但是陈光彪 钱都码在后面 我拍钱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太不尊重别人了 当然人家也会跟我说 他可能是做这个企业的 他需要有一个税务的 一个什么解决方式 我不了解 我也不管人家怎么猜忌他 可是我认为 钱放在后面 直接给人 好像有一次还在美国 直接把钱塞到美国人手里 那个美国那个黑人 那个表情很no 所以我觉得说 你要尊重别人 不要push别人 不要硬塞 而且你塞的时候 请你放一个信封 这是尊重 对 他有一个概念叫施舍和捐助 是不一样的 咒助 是吧 就是而且很多时候 我有会这种感觉 就是我宁愿 说实在的 我宁愿不见到这个人 我愿意通过一个账号 或者一个靠谱的组织 我捐就好了 因为我要是直接把钱给人 我会觉得这个脸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觉得很 你放信封里真的好很多 很不好意思 好像就去给 对 当然 那么我就觉得 你自己现在是不是 不会再去这些慈善晚宴的这种方式 这我去还是愿意去 因为我可以在任命街市很多名流 让他们掏钱 劫富济贫 你看现在成了个女侠了 那对于这个慈善组织的这种可信性 你教给我们点你识别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NGO组织在中国 还是刚刚起步 你不能这个要给人家成长的空间 其实联合国是最大的NGO组织 OK 是吗 NGO组织 No Government组织 那个英文怎么拼 不知道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好 这个西班牙语说的多好 NGO组织 在中国刚刚起步 你给人家一个学习的空间 其实什么都是不完美的 慢慢来 所以当然质疑是监督他们成长 但是也要50%的之一 50%的信任 对于我大爱清晨 你可以放心 目前来说 我说的要像律师说话一样 目前我观察来说 因为中国的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有个很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中国非政府组织 各式各样已经非常多了 他们有的是非常小规模 两三个人 对 那在那种小规模情况下 你很难用一个 一般要求来要求他 因为其实国际上 是有些通行的标准 比如说来验证检测 这些NGO可不可信怎么样 比如他可能每年 要做很多公报 你捐款给他之后 他要给你 你不是直接把钱 捐到NGO组织的 所有的组织 没有收钱的这个 很多是资格没有 所以要放在 比如说国家认证的 一个大的慈善基金会底下 他底下挂60个基金 所以你的钱 必须通过他 然后他会有一个 国际惯例认准的 一个5%到10的一个工作 就什么费用 然后剩下的钱才会 比如说你捐大爱清澈 你写清楚大爱清澈 才会到你大爱清澈 是这个样子 对我想说 就是国际标准上面 比如说然后我们还会计算 你的行政费占比例多少 你每个月给捐款者 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什么样的报告 这都非常详细 但是问题是用这样的标准 你去要求国内的 这些小型NGO很不合理 因为光是要处理 你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已经耗用他大量的 行政支援 时间支援 他做不到 那第二就是国内的NGO里面 有许多是浮浮沉沉 因为他有时候 他可能坦白讲 甚至连登记都没登记 他真的就是几个年轻小孩子 出于一腔热血 觉得这事不行了 得帮忙了 弄一个东西 但很多这种周边的法律 各种东西都没搞清楚 又有些组织 他有时候是地方政府扶持过 也很乐意支持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后来政策改变 又把他们关门了 又怎么样了 所以这种情况很常见 你觉得你在组织里吗 我不在 我不在他们 我想 你现在不在任何组织里 没有 我是志愿者 所以他们那个组织 他们大部分都是志愿者 也有一个问题 你必须是要有全职人员 因为有的志愿者 比如说要扛呼吸机 扛到山下说 我妈病了 对不起 这呼吸机我不能给你扛了 我就走了 那呼吸机上面的农民还等着呢 所以志愿者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全职的就不一样 对 所以NGO组织必须有全职工作人员 但是这个工资谁来发 因为你这个运营成本不能太高 原理原理发 原理发 枪枪三元行广告 最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你看你本来生活在这个明星圈里 你现在这个深入人民群众之后 有什么心路里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更喜欢这些老百姓那么纯真善良 当然因为我的宗教信仰告诉我人性有恶的一面的 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些有问题 你也不要太太太在意 有的时候比如说其实他有钱 有的时候因为一个被报道以后 他其实有钱了 但是他会跟人家说我没有钱 因为人没有安全感嘛 然后那志愿者说你不要再去给他很多钱了 他已经有了 因为这个要平均分配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不看这个 大部分的人川普善良 然后感恩 然后我的微信上大部分都是跟这些陈飞别人在交流 然后微信他会跟我说袁立老师 因为他们讲话不能太快嘛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就已经说得很快了啊 谢谢谢谢谢谢 就是这样 你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啊 就是那么淳朴 然后或者那些人 我看到一个男的长得很帅 他坐在那里 我看到他第二次了 我想这么帅啊 我反正蛮喜欢的 然后他是陈飞别人啊 然后我说你得大了 我一听跟我差不多 我心想怎么显得那么老啊 跟我一样大 然后他因为这个得了陈飞病 他的哥哥死了 所以他的嫂子就嫁给他 嫁给他的原因是 他的两个孩子还可以继续在这个信 这个家的信 所以这两个人就撮合成一块了 但是撮合在一块以后呢 这个女的因为已经有两个孩子 所以就不生育了 做了手术了 所以这个人两个人是永远不会有孩子的 但是这个人现在又得陈飞病了 所以他那天我在镇上 我看到他在小卖部的小凳子上坐着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我第一次看到他 我就很喜欢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心疼他 因为有的人很喜欢表达 他不喜欢表达 然后我就带着他 我说你跟我走 去找医生去 把你的片子拿出来 然后医生就说好像可以有什么 医生就跟他听了一下 觉得他可能有戏 我刚才在跟医生说 他直动一下就不见得像一阵风一样 我心想 我刚才不是跟他聊天 他走得像乌龟一样吗 然后怎么话还没说 一阵风没了 我就想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欲望 如此之强烈 因为他要到楼下的卫生所去拿他的片子 然后他们常常 你知道跑步对他们来说是很辛苦的 他们从山上下来 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 骑摩托车下来 然后他那天下来是办低保 因为有的人低保在城市里 在他们那边是七十到一百一百七吧 没记住 那能解决什么事 但是也是低保 还有个最重要 陈飞病人不能炒菜 不能做饭 这种油烟他都受不了 所以很多陈飞病人没有办法吃饭 老婆走了 先给他做饭 你像这个就是不治之症 我不知道你跟他们聊得深不深 你怕死吗 他们 习惯了 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是必然走向死亡吗 这一天天的 习惯了 他们是因为他不是突然死亡的 他是过七年八年十年 然后这样的死亡 甚至有的时候是很多并发症死的 肺炎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跟陈飞病人拥抱 后来我知道 我们尽量要在流动的空气里 因为他有肺结核 当然肺结核是很好治疗的 他们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但是问题是你说他怕不怕死 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这个死是他们每天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你说怕不怕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是恐惧的 因为我去他们每家每户 我从他们眼神里 看到里面是恐惧的灵魂 真的 但是我们走的时候 做好那个单子了 助学啊 这些东西有了 不一定发给你钱 但是我给你记录了 还要回去审核 但是我都能看到他们眼睛里 奔发出来的希望的光芒 所以那个恐惧 有时候是不是 可能还不只是因为自己要死 一家人 而是对 他有一家人 他有时候 他有的人知道自己在这个困境里面 他已经习惯跟死亡共存 但是反过来 他死了之后 他家人怎么办 妈妈 爸爸 孩子 老婆 大家子靠他 所以很多人还是继续去工作 所以你看 你接触到这样一些人 这样一个世界 你有时候在回望自己生活的 那个明星娱乐圈 你是不是会觉得恍若隔世 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觉得恍若隔世 我认为是两个世界 我认为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 完全没办法交流 不在一个层面 那么对这个浮华的世界 你会产生厌恶吗 厌恶至极 怎么说 我认为 其实城市人是躺在农民身上 享受幸福的 包括你 我去的陕南 他们是北京的水源 所以北京的水 是从那里过去的 一条河我给忘记了 严格控制污染 本来已经很穷 本来已经很穷 再加上没有任何东西 他是不是穷上加穷 为了保证你北京有水河 那今天我们的城市人 在经过隧道 我们有水喝 我们享受一切城市资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城费病人 因为我们而倒下了 他会说 我交税了 OK 你可能是交税了 但是 他也为你付出生命了 而且他得到的工资 其实是很少的 以前 1999几年 我这个数字不太准确 600块钱 1200块钱 他就付出了自己的费了 很少的 你可能在城市里 你每个爱马仕都要几万块钱吧 你可能吃顿饭 也要几千块钱吧 爱马仕你也有吧 我有俩 那你现在还背吗 卖了 卖了 真的能卖啊 真的卖了 当然能卖 我再也不想背了 我不是不想背 很好 爱马仕非常好 奢侈品也非常好 因为非常的elegant 也非常的 优良 优秀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奢侈品上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太奢密的生活了 就必须要花很多钱 我觉得其实那个奢侈品不是不好 人也可以 如果你有能力 你可以拥有 但是你不应该被它占有 而我觉得这两个世界 不一定是完全不能打通的 但是要有这个通道 有时候那种慈善晚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今天走得很形式化 就是结果变成了 就我常常我也去过那种慈善晚宴 我甚至以前还要被邀请上去演讲 通常都要提醒 大家知不知道自己吃这顿饭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这一餐饭 每一桌的这个钱 其实不如还直接拿去捐了 但是这个事儿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通道的 就是整个做慈善 比如说名流名人 是需要介入慈善事业 换起别人的注意 自己也可以身体力行 捐钱出力 但是应该是有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 比现在我们常见的形式更好的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也会有一些什么 你这脸看怎么说 你比如说这次不是说逼捐马云吗 在美国都是那1%的富人在捐款 你比如说这次 就天津爆炸的这个 不是说逼捐马云 我就看着网上就说 说那个新闻报 你马云在香港 这是多少亿啊 买的那个豪宅 你有那个钱 为什么你不捐 可是我又觉得他们这么说也没有什么道理 马云的钱 没有道理 怎么用 这个不能绑架 这是道德绑架 关他们什么事 而且是说这些话的人 主要是常常也不见得自己有做什么 就我发现 呃 这也是我之前讲过的虚无的态度 你比如说呃 我们上回讲过问问问问问袁立 你以后是不是就关注这个 还是说会关注别的范围也慢慢增加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朋友 他一辈子就可能关注某一个领域 呃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坦白讲我们社会上很多问题 你任何一个领域 很多人你投入进去一辈子都可能还解决不了 呃 是动物保护 嗯 有些朋友做动物保护的 那么常常在发起一些运动或做什么会被人骂 骂什么 说你看 我们中国还有人吃不饱呢 你还保护动物 比如说会说 散男还有陈肺病人呢 对 你还保护动物 但是呢 你再想看 我会发现真正关注陈肺病人的这些组织 这些志愿者 我反而不会 我举个例子而已啊 很多这种真的在做不同的领域的志愿者 他们反而不会去指责动物保护组织说 你们保护动物不来关心 我们是非不会 你懂我意思吗 他有的忙 他忙的 真正在干事人 他们其实是反而是互相了解 大家在做不同的事情 呃 每个事情都很重要 我们不要去争论谁比谁重要 是 通常在争论谁比谁重要是什么 是什么事都没干 在发微信的人 是 所以来说是非者呀 便是是非人 是 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咱们也不能老谈这个爱心慈善 对吧 咱们也请原力来嘛 也讲讲这个女性的自我保护问题 好呀 最近北京连续出来 先是这个广院 就是传媒学院 一个女生 就一个男同学嘛 说带她去拍戏 结果就跟着那个男的就去了 去了之后 结果那个男的是强奸 未遂 就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学表演的 你知道吗 学表演的研究生 小女孩 哎 就跟着这个男生 这男生就是现在在他的网络空间 人们卡着 就拿着刺刀的照片 哦 我看到了 警察就问他说 你是想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想 没什么 我找个人发泄一下 就这么 就这么发泄啊 你知道我看那个 现在的拍桌那个男的 那男的后来杀了这女的 那男的就在那个广业门口 那个内蒙古饭店那睡觉 结果那个派出所的就去了 我就看那个警察 这个语气啊 开头是以为没死呢 就说 那女生上海去了 他就在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警察说 是是是活的还是死的 那人说死了 这警察一听死了 语气马上就被人靠起来 就是就是 就就就就这小 就这小子 OK 他怎么那么淡定啊 他好像我记得那个 他是脑袭毛病吗 也不是太淡定 他也有点慌 他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 因为他也不逃 还在广院门口住饭店住下 有点慌了 但是他当时 为什么做那样的事 倒是很奇怪 他好像也挺喜欢 那个女同学 不是不是 他也不是说 他完全不是恋人的关系 他就是说 从这个朋友圈 认识了这个男的 因为广院经常有 学表演的女生 给学表演的男生 什么拍个什么戏 他就把女的 领在一屋里 所以这个事就说 他们不是有调查吗 说很多女生 比如说 你觉不觉得 现在的90后的 这个小女孩 我有时候发现 她们很有安全感 就是半夜里打个车 什么好像到哪 甚至有时候 也不告父母 一个人可以 飞到另一个城市 找同学玩去了 但这是 难道不是好现象吗 说明我们社会环境 让他们开始放心 但是我们的社会环境 能让他放心吗 说话说回来 这个你别听我老 常常 你这个反 这个别有用心的角度 批评中国 我倒觉得 中国很多大城市 自然状况 并不是那么糟 你真的 那比纽约 犯罪率比纽约低 比巴黎还低 对 就你比很多 比较一方 我们整体自然环境 不算太差 还不错的 其实 原理你觉得 你也是美女 是吧 这女孩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 如何保护自己 人身安全 你有什么 可以告诫姐妹们的 我没有什么 告诫姐妹们的 我觉得这是运气 那个女孩 真的是运气不好 谁会知道 也许那女孩 还指着说 我认识她 我能红了呢 那也有这样的人呢 对不对 所以她非常的 不幸 对吗 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 如果要保护自己 碰到这样的坏人 我就觉得先跑 或者任何方式 让我先活下来 而不是较劲 生命第一 对呀 对呀 有时候你跟她 一较上劲 反而失去生命的 对吗 而且 你说这优衣库出名啊 优衣库是先出这个视频 再出惨案 你看见那个 拿着50刀 那个在优衣库的广场门口 完全无辜的女的 你说那个 你就从背后一刀就通知了 你能预防 刚结婚啊 刚结婚 法国那个 这个你不知道 她完全是为什么 就是她就 她就找着这个人 发现而已 不是说我就要杀她 不是哈 她好像是没有目的的在杀人 没有目的的 就无目标的 我看见那个视频 那人滴了个刀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这么恐怖 她还往上走吗 这个女的还不逃吗 不是逃啊 那女的根本预料不及啊 她就从这女的背后 一刀捅过去啊 我觉得现在真是 有时候就是这些新闻出来啊 就会让人觉得就是 我觉得都赶上了 因为你正好赶上 天空爆炸了 赶上这个也 矿上也着火了 然后赶上去杀人了 可是我觉得一个国家 你怎么就不看看好的地方呢 当然有好的地方 像这种神经病杀人啊 这个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 总得总得有一些吧 就非常正常 不能因为这个就觉得人心薄薄了 还是应该从严厉身上看到希望 对吧 就是正的能量 在这个社会 还是为主的 发光发热 对对对 就是要向这个社会 送去更多这个大爱 你就赶快组一个大爱封城 大爱封城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大爱封城和你们大爱情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们这个手很难连 人家关心费尘病人 你关心封城 你给我账号 我真的我愿意给你 记住omi 吗 我李确琳 是 你 74 政府 tin 你 这是